移成借过 人生路长 在茫茫人海之中 有一段借成相伴的时光 或许只是转瞬即逝的短暂相逢 但在生命的长河中 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人生的旅途 注定是孤独而漫长的 在这漫长的旅途上 我们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 有的会陪伴我们走过一段路 有的只是匆匆而过 但每一段相遇都有着它独特的意义 借成相伴是一种缘分 也是一种福气 或许我们只是在人生路上偶然相遇 或许我们只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 但这段旅途 却给了我们彼此的陪伴与温暖 即使我们终将分道扬镳 但那份美好的回忆 却会永远珍藏在心底 人山人海归期未定 在这样的旅途中 我们无法预料未来 也无法掌握命运的轨迹 但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要学会释怀 学会放下 学会珍惜眼前的一切 爱情或许是美好的 但也充满了无法预料的坎坷和波折 因此放下执念 释怀过往 或许才是通往内心平静的唯一途径 人生如行路 路上总有风景和坎坷 有欢笑和泪水 借成相伴是一段美好的经历 但也是一种成长与启示 让我们心存感激 用一颗平和的心态 去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 用一份豁达的心境 去拥抱未来的不确定 因为在人生的旅程中 我们始终不是孤独的行者 而是在相遇与离别之间 感受生命的温度与力量 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旅途中 珍惜每一段 借成相伴的时光 感悟生命的真谛 活出自己想要的精彩 结语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急着短暂的相伴 走过了一程 或许我们会在 人山人海中再次相逢 或许我们会各自 走向不同的彼岸 但无论如何 这段借成相伴的经历 都将成为我们人生中 独特而珍贵的一页 在生命的旅途上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经历各种各样的风景 而这段借成的相伴 正是其中一段 令人难忘的旅程 在分别的时刻 让我们怀抱住感激与深情 释怀过去 迎接未来 爱情或许充满着难过 但在集成相伴的岁月里 我们也学会了珍惜与感恩 或许 别再恋爱了 让我们更专注地 经营自己的内心 追求心灵的宁静 在这茫茫人海中 让我们以宽容和豁达的心态 继续前行 迎接未知的风景 人生路长 每段旅途都是成长 集成相伴 虽然只是生命中 短暂的一刹那 但它在我们心灵的深处 留下了印记 愿我们在前行的路上 能够保持心怀感激的心境 不论是离别还是相逢 都能坦然面对 勇敢前行 这一程的借伴 是一段美好的故事 也是人生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一项